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头鸡汤 先把头鸡的鸡油把它除掉 除掉以后 我们把它改刀 这个是 成块 这个鸡油啊 一定要把它除掉 的这个鸡油 小沸 denn鸡脊 要在鸡的鸡 将几款进行飞水 飞水就是出极力腥味 血水 凉水下锅 烧开 葱姜 尿酒 出腥味 水开之后 把鸡的磨 血水给它打起来 为什么要飞水呢? 目的就是把血水给它打进 把鸡汤 飞水的鸡汤 转移到沙罐里 进行围制 沙罐进行围制 围汤前不要下盐 我们下姜 葱就可以了 到味道齐成熟以后 我们进行调味 那么现在呢 我们得进沙罐里围制2小时 2个小时到了 看看我们的清汤 然后我们加枸鸡 小葱 好看 盐 胡椒粉 这个沙罐头鸡汤就这样完成了 欢迎大家来品尝 好看 好看 好看